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年长者日是美国第40任总统雷根 签署成立的节日 目的是希望民众多陪伴与关怀家中的年长者 年长者经常因为行动不便和年龄恋化 成为现代社会的弱势群体 因此在国家年长者日这天 观众不妨解释 主动关系一下家中的准备 无论是在家陪他们聊天 看电视或是到户外散步 甚至到餐厅吃一顿大餐 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年长者来说 能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不仅如此 观众也可以到养老院参加支付活动 陪伴年长者度过快乐的一天 不但能够帮助别人 也能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充实 悠悠小主播张宇欢 洛杉矶报道